HELLO 聊世紀 天天的不開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也是滴滴的天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哥德仁這個文明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 吃野豬跟鹿的時候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而且他的步兵 帝王時代有六五指的優惠 哥德仁除此之外 也可以打大洛馬 雖然沒有三級馬侃 但他還是可以使用大洛馬的文明 而且後期即使哥德打不贏對方步兵的情況下 也可以轉出火槍火炮 所以整體而言 哥德仁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經濟型 會比較好一點 後期才可以轉出各種兵種 去對應戰場上的狀況 那接下來看一下越南人 那越南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研發一級農一級木 這種經濟科技史 研發速度增加100% 而且不需要消耗木材 所以點經濟科技史的壓力 會比其他文明更小一點 而且研發速度超快的 研發這個輪走 手推測 省下來的時間 就可以多玩一些村民 所以他的經濟加持 其實不只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還可以領先對手 可能一兩村之類的 那這一兩村的差距 其實就對高手們來說 就差距很大了 那越南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騰甲工兵 還有這個420起的毛相夫 還有騎兵為主的文明 那越南人本身也是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一般的工程器 像投資車或是奴炮 他還是可以做個應對的 所以我覺得越南人來說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黃金兵種 還有這個火器單位 這個火炮 還有巨頭 還有中頭之類的搭配 都很適合他 那中頭他主要是 要針對對方戰毛兵 但是越南真的也不用 針到戰毛兵也行 畢竟他有帝王戰毛 針對方互丟戰毛也不是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哥德這邊的 而且有看到觀眾在敲碗說 想要看哥德 我們來看一下哥德這邊的經濟配置 哥德這邊是三木配 算是一個偏極限經濟配置的 好 那來這邊看一下一個魔防 好 然後拉四個人 那待會點封劍是在死了 要補木頭補到第四個人 會比較好 那這張地圖路真的蠻多的 剛剛看到哥德在這邊拖了一隻路 推到加里斯 後面還有點婆路 看來沒有要繼續推了 要出門偵查了 17P左右的時候 或者是16P 就可以去偵查一下對手家裡了 我是覺得還是有點早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點下封劍的時候 再去偵查對手家裡 像是 越南這樣子 越南 越南還在推路 打阿拉伯的時候 大概盡量 盡量大概點封劍 就要趕快去看一下 看有沒有棒棒出門 沒有棒棒出門的話 就不用防棒棒 如果有棒棒出門 就家裡資源點維一下 即時反應 其實對自己的前期穩定度 是有 不少提升的 哥德這邊是 繞了一圈 看一下越南加里的配置 算是正常 4木 哥德這邊呢 直接補到了10個木頭 下面直接補到 3加2 補到5 5 5 兩個伐木場都是5 4 5 然後這邊就去吃 綿羊 就已經下了 OK 這裡補下了 馬舟 這個馬舟補下之後 待會就可以出肉 那越南這邊出肉 不是越南 哥德這邊出肉 也可以考慮轉攻兵 因為哥德現在打法其實是可以配長劍兵路線的 因為在前幾次的改版中 長劍兵這個單位有軟甲技術的關係 所以哥德人打步兵系又有折扣 打個步兵系其實也不太很虧 哥德人覺得還是有值得一用的意圖在 這邊看到 左邊 突然想想哥德好像沒有軟甲 突然想起來了 哥德這個文明雖然有六五折折扣 但他沒有軟甲技術 好像之前有一陣子哥德很容易城堡時代 常見冰爆爆到很多人生活無法治理 我記得他一開始就沒有了 OK那這部分可能是我記錯 哥德人沒有軟甲技術 但哥德人還是有這個長劍兵直承的打法 也不是直承 城堡時代爆長劍兵的打法 那所以封建時代就可以出點弓兵 到一上城堡時代直接轉這個長劍兵 這個流程算是哥德蠻厲害的一招 對方也很難打 尤其是對方也是像這種落馬開局沒有下射箭場之後 要轉出大量弓兵去射哥德的劍兵也不容易 而且如果真的轉出弓箭手的話 哥德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轉出哥德衛隊出來反擊也不是問題 所以現在的哥德人連城堡時代都有一個不錯的壓制力 不會像以前一樣一直 從頭到尾都只有防守反擊這個選項而已 好 越南這裡補下射箭場 那越南的射箭場的單位呢 有這個血量加成 馬功的部分呢 血量可以高達92滴血 那土耳其則是100滴血 所以越南人的馬功呢 並不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馬功 雖然他有品種 血量看起來會很多 好 那這邊是滴滴的關係 這邊可以高打滴稍微反擊 那邊控兵想要逼對手槍兵對戳 但是哥德沒有直接衝到裡面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越南 先補下了馬功路線 馬功騎兵 然後左邊補下了一個城堂中心 哥德加補下第二個馬舟 然後哥德在城堡時代時 騎士是正常的二攻二 所以走完騎士問題不大 問題是沒錢 是最可怕的 所以哥德這邊還是要先農一下 把這些經濟先拉起來 那越南這邊呢 已經點一下了品種 血量來到了80滴血 好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好 這裡馬功開始要出門了吧 那哥德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可以去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3TC開完之後就可以下了 因為如果你不先補TC的話 先補工程器製造所 很容易被拖到經濟 甚至經濟很容易被對方給壓制住了 對方出馬功的情況下 是可能3TC開農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可以先3TC開農 農斷時間 然後再轉出工程器製造所出來的話 對於對方這種馬功開局 是相當具有經濟優勢的 OK 這邊果然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不然不是放在家裡 那他放在這裡 好 那果然是打門炮 好 這裡馬功進來稍微微石 但是馬功進來可以射一波 但是馬功不能亂跑了 那目前哥德爾的起兵鎧甲還沒有上喔 所以現在被馬功射有點痛 好 門炮過來 串燒 哇 這波串燒非常舒服 哇 哥德爾這波解的漂亮 這裡面圍的也圍的很好 直接圍死 讓他不能直接從下面入侵 我還以為他會往上走 這裡面走 把這個馬功送掉我被一直 但他還是想要保留一些馬功數量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這隻弓箭手的數量要多才會有用 馬功也是喔 好 那這邊僧侶出來想要撿生物 好 這邊繼續串燒喔 招翔一下騎士 馬功 招翔 招到立之馬功 就被射掉了 好 這邊僧侶被串燒囉 這裏奴炮可能要繼續按欸 哇 他這邊斬頭石車 哥的想要補地是個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應該很難蓋囉 後面已經補了一根堡 哇 哥的這邊騎士 瘋狂被打壓 後面補了一根堡 這根堡看起來是有優勢 好啦 來看一下這邊細節操作 這邊高打低馬功 傷害非常痛 後車低打高 砸到立之馬功 OK 當然就還是把這個城鎮中心給敲好了 那看來只能放棄了 那看要不要往下開城鎮中心喔 直接開在左邊這個位置 或者是直接開在上方的高地墓區 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這裡再補一個馬舟 三馬舟 哥德打一個騎士 防守法 那這是哥德遇到對方馬功開局死 會比較好打的一個策略 當然你也可以轉哥德衛隊出來打 但是你哥德衛隊出來死了 可能已經被拖到了一些時間 因為你邊境挖石頭很傷經濟 挖石頭傷經濟 挖出一根堡來了 然後產哥德衛隊可能已經有點為死一晚了 對方可能已經二三十隻馬功出來了 結果你只有少量五六隻的哥德衛隊 而且甚至升級可能也會被拖到 那騎士開局的優勢喔 就是可以先給對方些壓力 不會讓自己毫無還手之力喔 來 左邊 好 看到了 好 收掉 好 上方的城鎮中心 這山村應該是逃不掉了 好 這邊的工程器製造所 投資車進去出 這邊看一下高打第一 有人拉走了 好 後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投資車 往後 預判一下 哇 要預判成功 騎士要被招搶掉了 蛤 兩隻騎士果然被招 用招搶騎士去拆對方的投資車 這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投資車直接砸掉一台奴炮 現在奴炮數量很少 馬功可以開始往前 欸 騎士 唉唷 生女直接被砸掉 但這個可能要被換掉了嗎 唉唷 拉走 回頭預判 沒有判到成功 唉唷 他這個沒有預判 OK 直接騎士往前貼 但馬功數量還是太多 哇 解騎士的速度有點快 主要在這裡有點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右邊 這邊這裡繼續挖黃金喔 少有可能繼續跟對方打 所以這邊哥德爾最首要的目標 就是要確保自己的黃金喔 沒有被斷掉 OK 在左邊這裡還有一個 當然現在還是要挖一根城堡出來 當然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高地 有點微妙 但他是想要守仁豔 好 原騎士高打第一 神旅再著想一下 神旅再著想一下 左邊 待會要補一根城堡在這裡 好 下面的挖石頭 村民可以挖 好 這時候越南點下了帝王時代囉 好 這時候越南點下了帝王時代囉 好 通知車前期預判 唉唷 這個預判的 很可以 但是對方高打第一 馬公直接射掉通知車 但是馬公這邊血量有點殘了 被騎士砍個幾刀就投過血流 就是繼續印出騎士 給越南這邊的馬公壓力非常巨大 OK 這邊丟了幾隻騎士 到了後方 想要去偷家 但是失敗了 原來這邊開始轉出槍兵 唉唷 左者這時候也點下了步兵台下 但是帝王時代 對方已經非常領先 哥德這邊騎士出了非常多 為了要夾住這堂馬公 看起來是相當不容易 好 車車砸個一發 沒有砸到 哥德衛隊出來 打馬公很痛 哇 寶蓋出哥德衛隊啦 痛死 哥德衛隊終於產出來了 好 這裡騎士直接一個BD 抓到了越南一些村民 好 這裡有點人脈為患了 哥德衛隊繼續往前 沒錯 玩哥德的話 就只要會往前就可以了 讓哥德衛隊一直往前衝 好 這邊還點下了無政府狀態 直接讓哥德衛隊可以在軍營中直接產出了 好 越南這邊稍微被打擊了一下 直接轉出了裝甲步兵 唉唷 提前轉兵 先轉個裝甲防守 那 越南的劍兵勇士系喔 算是蠻完整 但是他沒有三騎攻 所以跟一般的劍兵勇士互打 可能還是會打輸阿 因為大部分的文明都是有三攻的 沒有三攻的文明喔 其實 並沒有那麼多 像立陶宛之類的 那越南沒有三攻的關係 復兵系跟肉馬 打起來傷害就有點偏可惜 還好他有正常的劍兵勇士 但也沒有軟甲耶 所以跟哥德爾一樣 但哥德爾是連攻擊都沒有 但越南有 好 後面 哥德衛隊到處騷擾 哥德衛隊到處亂竄 只會往前 效果還不錯 三隻肉馬看到了後面有法門弓 趕快去抓一下 這裡補了一些軍營 從左邊開始要四面包夾戰術 好 這邊越南滴打高 滴打高打很久喔 只要一顆頭死喔 大概只有三四百滴的傷害而已 哥德爾會隊直接往前夾住 這個劇型頭死機也拆得掉 完美 這裡後面這兩台巨頭 要不要直接手撕 趕快撕掉更重要 哇 想要手撕 但是這邊城堡的三個火力交叉 射掉了哥德爾會隊 這時候三級射也升級好了 後面的馬公回救一下 哪裡現在四處著火 到處都有哥德爾會隊在亂竄 這一波四處都有兵營 哥德爾會隊一直產生出來 一直騷擾 一直爽 好痛 這個讓越南有點防不勝防 正面的城堡撐了很久 雖然沒有點磚瓦技術 也沒有圍牆 但是 夾的有夠久 這個夾的不錯 這根堡 好 哥德爾這邊 城堡應該燒掉了 好 這邊繼續騷擾 好 城堡掉了 先高打第一 看一下 高打第一 哥德爾會隊 打雙重劍兵傷害非常的優秀 現在後方 非常多的哥德爾會隊在亂竄 四處 打來打去 我的天 這就是 哥德爾包圍網 太猛 直接搓爛 直接搓爛 哥德爾會隊 雖然損失了這一棟城堡 但是他的哥德爾會隊 是不需要 城堡就可以產出的東西 而且哥德爾會隊 金額非常便宜 好 又有少量哥德爾會隊在家裡騷擾 只能收村 只要美意收村 越南的經濟就越越慘了 然後哥德爾這邊經濟開始起飛了 那哥德爾遇到對方雙重劍兵也可以直接轉火槍 但是肉現在有點不太夠 現在一隻暗哥德爾會隊更重要 OK 這裡又有村被抓包 好 家裡的各位的問題已經解決掉了 好 這邊繼續騷擾 馬弓過來救一下 但是射的有點癢 這裡馬弓也沒有辦法點下重裝馬弓 但這裡城堡傷害很痛喔 好 這邊上高地的步兵也是被解決掉了 下方城堡 蓋了一個新的 好 這時候哥德爾在家裡補了一些城堡 看來是想要守護自己的農田 家裡插寶是守家裡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城堡真的不一定要往外插 插在家裡如果防守 也是不錯的 現在這樣對方的巨頭時機 要非常深入才能打到城堡 結果這個巨頭插兩刀 有機會針得到嗎 可以啦 摸到了 好 這邊哥德爾的衛隊高打低 金瑞哥德爾的衛隊一直沒有機會給點 好 這裡又有一撮兵走進來 但是家裡有一些雙手劍兵在等著哥德爾的衛隊 這一波防守 越南的雙手劍兵開始做到一些事情 補下了三級板甲 OK 現在輪到越南開始打四季 好 這邊開始被哥德爾騷擾了 好 那現在如果越南的防守 越來越扎實的話 那哥德爾這裡就會很難打 哥德爾現在是到處派一些兵 而越南只要也要把這些 常常被打的地方 派一些松手劍兵 然後去做防守的話問題就不大了 村民就不用收村 只要不收村 經濟就會一直好下去了 好 正面則是用一些松手劍兵夾住 哇 這一波夾得很好啊 越南這邊松手劍兵 砍爛了大量的哥德爾的衛隊 打工數量沒有繼續出 反而是先行轉出了雙手劍兵 好 這裡有鼓勵一些馬弓 雙手劍兵按了非常大量 點下縱火技術 守斯哥德城鎮中心 沒想到這一波是哥德爾被逆轉嗎 有沒有這種可能 哇 結果左邊這一大篇的農田 沒有城堡防守 右邊有而已啊 這兩根城堡 巨有不盡 尷尬了 哥德爾這裡沒有轉火槍 直到雙手劍兵 真的是有點解不太乾淨 後面馬弓 直接射爆後方大量的農民 說明書下降非常快 只剩下101村 這時候哥德爾搭出了拒絕 哇 越南這邊 中間夾住夾得真是蠻不錯的 而且哥德這邊四面八方 用哥德爾會對包圍的方式也是非常精彩 雖然最後哥德爾還是弱敗了 如果把這一根寶 投資在左邊這個區域可能會更好一點 沒有關係 這個看起來是哥德爾有點誤派形式 火槍也沒有早點轉出來 先進行反擊一下雙手劍兵的正面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果然是哥德爾拿到了勝利 因為越南中間有一度 一直瘋狂收村 在躲哥德爾的哥德衛隊 但是最後呢 還是越南人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13的KD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